在前一天彩排后 柯冰却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 这个是比较收的唱话 就不是我擅长的 对 大家听到我说 你选天空这首歌 你胆子也太大吧 所以现在有一点小紧张 现在想要赶快回家去 再跟家庭一起 挑战以往较少尝试的曲风 在彩排时状况并不理想 在经过反复练习后 陈科兵能战胜对手吗 我的天空 为何过满湿的泪 我的天空 为何总会灯烈 你的天空 可有选择下的雨 你的天空 可会有冷的月 为何总会迟要去 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 人群不残屈 一距影 天空 唱着神々的扇念 我們天空 何時才能成一片 我們天空 何時才能相約 但願天空 不再屠殺 會掉臉 小林老師這一集的PK你覺得 孫悅翰 有 你今天很緊張嗎 有一點 對 因為我想你在家裡可能唱這首歌 今天並沒有發揮到你的實力 因為中間該注意的一些三連音跟一些重拍 其實你都沒有抓到 然後你的那個Grooving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相信你有很好的Grooving 你會跳舞嗎 會嗎 不太會 不太會 所以你要去練習你的律動 唱這樣子的歌其實還是需要有一些速度感 真的把這些細節把它串起來 其實你的聲線會更強 你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天分了 因為你的聲音當中的磁性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然後陳柯彬我覺得 非常的謝謝你 因為我覺得能夠選這個歌 並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 因為王菲實在唱得太好 而且你只要唱 跟他差不多的尾音 人家就說你是在學他 所以我想你在揣摩這首歌的時候 你一直在避掉跟他很像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那個動機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也是在那個 可以掌控的範圍當中 你不會太冒險 而去做太超過的事情 我覺得是處理得非常好 謝謝老師 好 其實來到這個舞台 我想所有選手 除了這個來斬技之外 當然是希望能夠接受教導 所以剛剛那個跟你 你哥哥有在拍手 小胖老師 你剛剛要告訴他那個拍子 是 要不要練習一遍 你副歌你就打三連音嘛 舞愛的 親愛的 可愛的 愛的 用愛的 用愛 你來練一遍剛剛老師說 在自己大腿上面拍嗎 都可以啊 嘗嘗看 嘗嘗看 無愛的 親愛的 可愛的 只愛的 永遠無悔 是 是 注意聽現在你的正拍都有重音了 你剛才的正拍都沒有重音了 就是這樣練習 知道嗎 謝謝老師 要一直拍 一直拍 又可以瘦好不好 好 要打拍子 馬上來看看這一階段的分數 首先是陳彥翰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陳彥翰 無情的情書 比較為奇風敵手 與神秘強敵正面對決 這一戰很恐怖啊 尤米老師整個有被炸過的感覺 PK的那個挑戰者啊 感覺真的是從光明品放出來了 因為想像不到他這樣 好 恭喜陳彥翰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陳彥翰的分數 陳彥翰 無情的情書 得到的成績是 17分 好了 很大的進步空間啦 接下來陳柯彬的天空 請評審按燈 陳柯彬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18 19 21 23 25分 恭喜陳柯彬啦 好 那其實我想對陳彥翰來說 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 之前有沒有人這樣教你 沒有 都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領悟是不是 也沒有 倒很聰明啊 好 那麼清虛你很可愛的 在這邊給你一個機會 可以握手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的陳彥翰 也恭喜陳柯彬 一個有抱 拿下一層 我覺得是比賽那麼久以來 最緊張的一切 因為這次選歌 是我不擅長的 我是想要有一個新的嘗試 可是得到老師的 我覺得25分已經是 我很開心的分數 中場主計 前三戰星光七表現優異 拿下三連勝 接下來更堅強的歌唱好手 將一一現身 星光七能維持住連勝的氣勢嗎 好